忘了你的篮球梦吧 这几乎成为了NBA球星的专属系列 每年休暂期 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球星华士尼尔篮球少年的视频 NBA中心集体化身怪叔叔 给这群篮球少年留下了赛场上的噩梦 然而,千万不要低估这群热爱篮球的少年 看完下面的这群小孩秀操作 你还敢说自己会打篮球吗 见过运球厉害的 看过运球花火玩的好的 可你见过穿着拖鞋在沙滩运球的吗 各位儿童时期 能否做出如此娴熟的运球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 也许这就是天赋吧 这真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 有一种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从前别人家的孩子老实听话 学习好 现在就连打篮球都比不过别人家的孩子了 看看这些美国小孩的技术 不得不说美国篮球墙是有原因的 这么小的女孩双手劈叉控球 从跨下运球到劈叉运球 不是我夸张 别说运球了 小编就是连劈叉也做不到啊 再看着空运 转身 孩子你来教教我吧 练运球练脚步 好吧 这一套梦幻脚步 成熟的突破 干净利落的脚步 真是惊艳的表演啊 再来看看这个八岁小孩的三场表现吧 潇洒灵动的小抛头 再来一记转换突破上来 好吧 我承认 孩子强 我投降 他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看过了美国小孩的经验表现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国内 别以为只有外国的小孩才厉害 咱们 自己家的小孩绝不输给他们 这个小女孩的突破你给打几分 你说什么 上面的小女孩运球不稳 那么这个如何 恍惚间有没有护理的风范呢 还不能满足你的胃口 看看这个吧 绝对让你目瞪口呆 窒息般的攻防节奏 紧攻防大幅度的晃动巨猛无比 然而 防守刚的虽然小有失望 但依旧凭借自己的脚步一动 死死缠住对手 看过了灵动的外线球员 让我们来看看内线的苗子吧 看看这个双手抱口 小编只能感慨 林家又杀出掌城 小妹妹 请问多年后 你要把天赋调到哪支球队 到时候 我一定买票去看 鲨鱼 听说 遥远的东方找到了我的接班人 你还别说 上途的小孩和途中 到你了 这两个人的动作真是惊人的相似 最后再上一个小爱福森 还是一个小萝莉 这连续交叉变向过人后级 停跳投 颇有爱福森的味道啊 要知道这可是用要领祖别的比赛 这球感有多少成年人 都只能帮球惊叹啊 看来 姚主席不用担心中国篮球后级无人了 这 就是天赋 看过了中美两国小孩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篮球实力 我们不由的感叹有天赋真的可以 为所欲为啊 看看这个灵活的小大导 急停 转身 出手 动作一气呵成 美妙的动作 咱看看这个库里小女帝 模仿库里的运球 虽然这个运球强度仅仅是库里热身的动作 但不可否认画面右侧这个孩子的运球却实有模有样 上天会劝顾努力的人 也许不久的将来 他会在摸个赛场上战爆属于自己的光芒 说起库里的女帝那可真是不少 看看这个小球迷和库里单招的画面 面对超级巨型毫无慌乱 跨下运球 扯不跳投 就连库里也能眼睁睁的看着球进入篮筐 你有天赋 你说了算 库里来了都得抗边站 看完这么多孩子的经验表现 你是否也为之深深拜扶呢 除了天赋 后天的努力也是必须的 各位是否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吃成篮球场呢 趁着周末大好时光 各位家长赶紧行动起来呀 带着孩子去打球 多么完美的体验 看看这个两岁孩子的运球 你是否也会心动 是否还会心动起来呀 那就是我们没有打开